嘻嘻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萌 好的來玩這款三國治臥龍傳說 官方登錄跟Facebook怎麼那麼奇怪 沒有Google 也沒有遊客 我來試試看 好 我用官方登錄可以快速註冊 他會幫你產生帳號密碼 然後就可以玩 Facebook我比較少用啦 格下尊姓大名 3到5喔 怎麼不能打 要點下面 最終哈姆 喔 官羽 感覺好像要玩過陸服的版本耶 感覺啦 感覺啦 這邊有個TAP耶 什麼意思 TAP 好 官羽 張飛 劉沛 好 官羽 張飛 劉沛 再小聲一點點 哈哈 這個森林音樂太熟悉了 OK 獲得趙雲 統帥8喔 那有點感冒 喉嚨沒力沒力的 就是很不舒服啦 簡單說就不舒服 被小朋友傳來啦 前幾天要發燒 好 我就中獎啦 那有沒有好好休息啊 因為去掃墓啊 然後也睡不飽 也不是睡不飽 就睡兩個小時就去掃墓了 在外面一整天才回來 那回來遊戲吧 趙雲 夏侯淵 七進七出 槍出如龍 一生是檔 常勝將軍 哎呦 按到那個喔 這是不是我的通知啊 喔 我的通知啊 TAPTAP的通知啊 因為這個有裝TAPTAP的那個App程式 不知道怎麼會有這個訊號在這 訊息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時間耶 這個是我現在的時間 半夜2點多 他的戰鬥 即時戰鬥 然後 不是那一種 複製貼上 動作都一致的 是會分開這樣子 有的拉弓 有的射出去 有的在幹嘛幹嘛的 好 升級 好 升級 就SFG吧 我在想 那畫質的話比較虎喔 比較虎一點 目前這個三國遊戲很多嘛 所以他如果沒有宣傳的話 下載量我覺得很一般啦 他這個遊戲下載量 1000而已 有沒有臉書什麼的我不知道 因為都還沒有擦 就Play商店搜尋的 看到了 看到了 沒玩過就試試看這樣 嗯 升星是不是啊 這邊下到這個銅錢 然後升星 BGM比較小聲 BGM比較小聲 好 北海 我們在許昌 這種應該是 偏單機去推圖 一直推圖 然後去 戰鬥這樣 然後 佔領城池這樣 一路這樣打過去 哇 這什麼東西 罵人喔 玩遊戲而已 有必要嗎 我建議在那個 頻道上不要亂罵 公然五路 你會被蒐證 罵人家白癡啊 木曉啊 法院會認證你要賠錢 可能要賠個幾千塊吧 尤其是玩那個英雄聯盟那一種 MOBA遊戲有沒有 罵隊友 怪隊友 然後罵隊友 這個應該是技能 然後這邊有自動跳過設置 然後你就被截圖啊 截完圖之後你就完蛋了 你就準備再被告了 他可以去警察局報案 然後那個就會查 就會去查嘛 查那個你的IP是誰 你的ID是誰 那你就被查到了 然後通常會罵人都是小屁孩 然後小屁孩的媽媽就會 為了要 保護這個小屁孩不要有暗敵 就準備賠錢吧 和解 那個之前新聞都有報啊 有人就專門在那邊靠這個賺錢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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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只能和解啊 尤其是現在那個 都會有 現在你在車 在路上也都有密錄器嘛 大家都會有行車記錄器啊 或是什麼 密錄器啊 千萬不要亂罵啊 不要亂罵啊 不要做出什麼 脫序的行為啊 都會被告啊 就像那個 我們今天回來說塞車嘛 塞車那很多車子都會走路肩啊 走路肩有什麼下場 準備被檢舉啊 準備被檢舉 就準備被罰錢 因為那個行車記錄器大家都有嘛 就會有吃飽沒吃的人就檢舉你 因為我們家裡人有有有曾經這樣 發生過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他會走路肩 因為他會公告說某某路段 因為塞車嘛 然後他就會開放路肩 讓你走 對不對 那你就 聽了那個 告示牌的那個 那個 那個公告說可以走路肩 然後大家就走路肩 高速公路有路肩嘛 路肩平常都是給警車啊 救護車啊 比較緊急的人用嘛 他有開放某些路段 可是你以為你開放了 你就走了 結果你就被檢舉了 那你要提出證明說你那個時間段什麼路段 是合法的 是可以走的 那你提不出來你就是 被罰錢 你的申訴就沒用 而且有時候你不小心還走過頭也沒有 就你要舉證啊 因為人家就檢舉你啊 這邊可以跳過啊 如果你不想看就跳過 然後什麼地上的錢也不要亂撿啊 現在可能都有監視器啊 都可以循璇找到你 撿錢啊 人家 錢掉到地上你不要亂撿 對不對 那你撿到錢包對不對 就是拿去警察局 然後那個 司徒來認領之後你可以依法 跟他索取不到百分之幾的那個 金額 好像有那個法律規定啊 那你也可以不要啊 你可以直接就還他 我想大部分人應該會還吧 我感覺就不要撿 像有一些那個 收垃圾的啊 或是刀垃圾的阿姨啊 或是資源回收的啊 就亂撿嘛 亂撿 東西拿到拿去嘛 就被告偷竊啊 人家放在他們家的棋樓 你以為他是 他原來是不要的 就直接被告啦 我們現在要幹嘛啦 怎麼沒有主線任務 我這邊講東講西 任務 好這裡 收復領地3 收復領地11 怎麼沒有喔 好這邊啦 擊破 反正我們就要把北海給擊破 我現在是貂蟬 趙雲 關屏 夏侯淵 這種就不是那種S5G 標正統的S5G 就是你要去掠頭別人寺院 這種就是自己推圖 點多會有國戰 國戰這樣就是跟別的玩家打 你看這邊剛剛不是有人罵嗎 可以跳過啦 可以跳過 不想看就跳過 還可以 那這個畫質就比較偏網頁 以前的網頁遊戲就是這種畫質 就這個程度還不到手遊的畫質 比較偏夜遊 夜遊已經倒的差不多了吧 現在都手遊了 以前夜遊都是玩Facebook啊什麼的 不能跳過 這邊不能跳 OK的 一開始還不能跳啊 之後打一打可以跳 他那個 跳過的那個選項就跑出來了 然後任命那個 趙雲為太守 因為趙雲就自勇雙拳啊 就是大概有自力大概80左右吧 武力也都是90幾吧 以前玩三國遊戲都這樣 一開始就只能用關羽啊 有沒有這個就是要加入那個國戰 然後通常衛國都要送元寶 有沒有 10元寶 衛100 因為衛人比較少 他要平衡那個 Balance那個每個國家的人數 畢竟這種遊戲就是要國戰 本國排行榜 劍布陣 這個所謂國戰搞不好就是單人單人戰鬥啊 時間到單人戰鬥這樣 那這個遊戲評分比較低了 都給一星 才八則評論 好可憐喔沒有洗一下 蠻真實的啦 至少他沒有那個 洗評分 哇 喉嚨沒什麼力不舒服 整個都腫起來了 整個都腫起來了 感冒 哇 元寶加9 轉國 我現在是衛國 本國排行榜 我是哪一個啊 我剛不是取的嗎 我不是叫最終哈姆在這邊 好許昌 這種還是有內政建造啦 內政建造 建造然後獲得這個資源 一桶江一桶天下 第2章 好這邊有恭喜玩家最終哈姆加入衛國 走充 馬超官羽皇中 儲值三選一 那我們在這邊嘛 在這邊 然後這樣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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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去上頁 怎麼不能上頁 要點上去 我怕點到這個 這個時間 這是電量跟網路啊 這是我這個是模擬器啊 我們回程看一下吧 我是菁英喔 馬上氣坑 音樂音效輸入嘛 哇伺服器235欸 這個應該是陸服遊戲 就是你連到他們的那個 這邊是一個端口啊 然後連過去 因為我們剛開始進來沒有伺服器讓你選嘛 那這235啊 所以你不要看那個下載量啊 就把你引導到那邊去了 下載量才1000嘛 但是伺服器這麼多就是有陸服啊 我才說這個應該都是陸服遊戲啦 好七隻目標 簽到獎勵 有沒有它這會按到時間喔 沒辦法縮小 一直在這 這個 這邊是特權喔 這邊是特權喔 點到啦 很爛的設計耶 這個設計 這邊是國家 還要選舉耶 排行 這麼多人在線 真假的 周戰力 總戰力 總戰力 還有內閣 國王在這裡喔 這種國戰就是這樣啊 就是花錢買你的牌位啊 這邊有虛偽一帶 要申請人的 跟他申請 我願升起跡象 為國奮戰 這傢伙是國王耶 你應該寫主攻啊 寫國王很奇怪啊 對不對 這個一定是超級課長 夢露300元寶 本周戰力10萬 加維好友 有沒有啊 他這個52級了 52級了 反正就是這種 這種遊戲啦 國戰玩法嘛 就三國啊 好 有農田啊 眷服啊 校長啊 銅礦啊 這些資源你就要去升級 反正就跟著任務做嘛 好 一統天下 一鍵佈陣 我現在才四隻啊 應該是可以佈陣六隻 欸 直接獲勝喔 戰力捏壓直接跳過 喔 戰力捏壓直接跳過 好好笑喔 插風機來了 好養成一下 插風機跟貂蟬有夠像的 姿勢不太一樣而已 好升級 這種遊戲也蠻好玩的啊 也是一種玩法啊 手遊現在比較少少看到這種玩法了 這種三國遊戲大部分都是要S 都是要SLG了 就是你就是真的要去 在地圖上掠奪別人國家 什麼三國自 戰略版 對對三國演義啊 你說三國就出現一大堆啊 好可以跳過 好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啦 有興趣就來吧 我會把連結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位 好的我是Hm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節見大家 掰掰